盛产剂 那这次新冠疫情的这个影响啊 还有餐厅都不开业啊 所以龙虾这价格大跌 我不晓得恒情怎么样 我们这边一磅变成5.99啊 6.99 对 这个是出乎意料的便宜 大概有时候几乎都便宜一块一半啊 以往大概都要一磅大概都要9块9毛9 12块9毛9啊 所以现在几乎快一半 我最近也买了两次 因为实在是价钱便宜 我们今天第二个题目就是龙虾 是不是能够让中美贸易的纠纷呢 能够稍微减缓一点啊 能不能够挡住这个中美贸易关系 中美关系的这个往下坠啊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现在报复性的关税 让中国大陆课征美国龙虾 这个现在关税大概35%到37%啊 是 那35%是非常非常高的价格 那现在 美英州龙虾 全美龙虾价格大跌 因为受新冠疫情的影响 餐厅根本都不开业 所以这个我刚才提到的价钱 都都跌了 金杰呢 原来就想去顶龙虾 就是因为龙虾太便宜了 今年啊 真是刚才赵平兄你说的 这个今年的这个龙虾啊 像美国这边龙虾呢 贵呢 也没有像国内啊 中国大陆那么离谱 中国大陆呢 因为不是它产的嘛 它一般的龙虾呢 我知道人家在国内的时候啊 也吃很少 因为太贵了 所以那个时候呢 美国的龙虾呢 相对还便宜一点 一般澳大利亚的龙虾过来 然后呢 那个个呢 还稍微大一点 这个美国这边啊 龙虾啊 确实就是像刚才赵平兄说的 在缅因这个地方 相对冷一点 波士顿到缅因这一带 相对冷一点呢 这个地方呢 这个龙虾呢 是特别特别多 我们那时候去 去这个缅因 去这个波士顿的时候呢 经常是到 去美自去啊 都会到海边要吃龙虾 因为什么 他那龙虾就是太新鲜 我们曾经吃过啊 在那个 就是船上啊 船上吃 人家那个船啊 不是他补的 但是呢 是人家把那个 补完龙虾的人呢 会把那个 一笼一笼的 然后卖给他 他就放在船的那个 船的那个水里头 船边上水里头 他拿那个绳子 吊下去 活的 对 活的 就在那个水里头 然后你说你买几只 他就上去以后 就顿上来 顿上来以后 他那个 波士顿吃龙虾 或者是缅因 这个老美吃龙虾 不像咱们那个吃的 还特别 这个还有什么刺身 什么的那种啊 生着吃 他不 他就直接弄下来 拿那个 拿那个 他一个专门 一个很大的一个 一个 水槽都煮着开开的 然后呢 往一个大的 那个抄子里头 一放 你要我们一般去 要六七个什么的 然后就直接就放到 那个那个槽子里头 一盖盖 然后多少分钟以后 一拿出来 上桌 上桌 一人给你一个黄油 化好的黄油 然后一般给你 两个老玉米啊 什么的 现烤的 哎呀 可好吃了 你为什么呀 太新香了 太新香了 非常好吃 所以呢 这种龙虾的过去啊 贵的时候 十到十二块 一磅 像咱们一磅的 就是九两左右 这个中国的九两左右 但是在中国 你哪里有这个价钱 就是没有 可是今年啊 这个 这形势是全变了 因为现在大家都不履行了 刚刚说了上去去趟摩托壁 回去以后 17个学生就得了 就得了这个新冠病毒了 对吧 这个大家还是心里头还是害怕 所以呢 尽量减少旅行 另外呢 你尽可能的不在外地吃东西 所以都带着 你像我太太这不上班吗 都带自己做那三明治 都不带着中餐 为什么 中餐你到了单位 你还得热 你要热 你要用公共的那个微波炉去热 这个都尽量避免了 所以呢 现在呢 如果是这么去考虑呢 这个确实市场压力太大 现在呢 这个一年啊 这个龙虾是可以全年吃的 全年都有 但是这个季节 正是因为旅游旺季 在过去 是最好的龙虾的销售的旺季 结果呢 今年呢 彻底没戏了 所以我觉得像现在呢 这个川普总统呢 是非常着急 他希望能够卖 赶紧卖出去 那最大的市场在哪呢 是吧 在中国 对吧 咱们一说 现在老说啊 说中国刚刚谈到 这么贵的龙虾 还再加上 30%的 咱们虽然美国这便宜啊 但是加了30%到35的 这个关税的情况下 可就不便宜 那 中国大陆 还买得起吗 明白了啊 确实是买得起 因为人多呀 但人多可不是说 中国吃龙虾的人人都能吃 对吧 对吧 我一直觉得啊 这一点啊 我们有一个误解 听众朋友也是 有时候我们一谈起中国 哎呀 中国有的是钱 确实有没有钱 有钱人很多啊 你说有有几百万 一千万 两千万 甚至更多的将近一亿的人 都很有钱 至少消费的起龙虾 对吧 可是你这个龙虾 你能够给那个 这个李克强总理说的 这一个月收入 这个不到一千块钱的 这六亿人 他们吃得了龙虾吗 对吧 其实这个数字啊 还在不断的扩大 所以虽然说是脱贫了 这个所谓脱贫了 但实际上这个 真正能吃得起龙虾的中国人 还是那么 很少的一个比例 但是因为他的 他的基础才大 那这小比例 也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市场 所以 目前来说 我的感觉啊 这个中国呢 会这回呢 会买 会拿这个买龙虾 作为一个谈判 一个杠杆 还想撬 因为什么 现在两国都不说话了 对吧 现在不说话了 所以这回想杨洁篪跟蓬佩奥 在这个 在这个夏威夷这个 见面这件事情 变成了一个世界级的一个 一个重大的新闻 全世界的媒体都在 报这件事情 为什么 大家都知道 这两国现在不说话了 在这个级别的官员 这个已经是好几个月 没说话 对吧 像刘鹤也不跟 也不跟这边说话了 也不跟那个 毛衣代表 对 跟那Lenninger也不太说 也不说话了 所以现在呢 因为没话可说 现在不知道夏威夷怎么办 人家那边要求的 这个咱们做不到 我们要求的 他们也不做 所以呢 从这种角度来说 那现在呢 这可能是个机会 作为习主席来说 他可能会想到 哎 我得用这个买 这件事呢 来解决一点东西 买也得要啊 也得要点 要点 要点东西啊 所以呢 现在来看 这估计是 是一个 是一个要做的一件事情 跟他像类似的 这个第一个 这个武器 武器谈判的件事情 武器谈判 控制核武器 这件事情 美俄现在在谈 中国不去 结果你看 最后呢 说在谈判会场 把中国的牌子 放在那了 空椅子 跟小波一样 放了个空椅子 对吧 但是那个前面的那牌子 是写的是中国 说他没来 拒绝来 不参加 对吧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这个俄罗斯和中国 现在正在准备 向伊朗卖这个战斗机 要卖战斗机 卖这个歼10 还有歼11啊 然后俄罗斯要卖这个苏30 所以现在美国 这个国务卿非常明确说了 说坚决不会同意你卖 不会同意你卖 那你要卖了 那怎么办呢 你如果要真卖了怎么办呢 那肯定在别的地方要制裁你 别的地方跟你找 另外当然也不排除说 那就同意 美国一同意说 让这个以色列 去把那个飞机给炸了 我相信以色列马上就上 这点啊 他只是 是美国拉着他 不让他干 你要让他干 他马上就可以就会干 对吧 所以我觉得 这件事呢 龙虾现在就变成一个 小龙虾现在变成了一个大事了 确实很有可能 美国 这个中国这个商业部和农业部 或者是什么 什么地方 最后呢 派个副部长啊 借这个机会呢 来做 来做这件事情 何况呢 这回呢 是川普总统都发了话了 对吧 都那意思呢 如果你想谈判 那我们可以谈呢 我们可以谈 你想要什么 你先买我点龙虾 对吧 我给华为 卖点芯片 是吧 所以我估计 像类似这种 但是啊 现在你可以看到这个关系 这个两国的关系 已经变成了一个 非常非常紧张的状态了 对吧 我要想卖龙虾 我要想卖我的 这个大豆 我想卖牛肉 对吧 然后呢 我现在就只有用这个办法 而不是一个说自由市场 说我们要 要一个自由市场 一个办法 来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这个原因 我们不展开讲 但这件事情 应该是非常明确的 可以感知到 中美两国 已经进入到了一个不归路了 除非有大的 这种真的大的 那种原则性的那种变化 应该说 这个不太可能 在近期内呢 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 所以就是大家所希望看到的 中美呢 能够能够最后呢 能够坐在谈判桌上 然后解决这些问题 通过和平理性的这种办法 所以 可能类似的事情 龙虾 那下一步秋天 是什么 秋天是不是大豆是要上来了 是不是牛肉需要上来了 没错 所以呢 这个以后呢 这一个一个 一桩桩一件件 都是要通过这种博弈的方式 每一个合同 每一个公司的一个 一个 这个一个产品 都是要通过这种方式 那美国这边也非常明确嘛 对吧 说你现在 你卖给华为也好 卖给中兴也好 任何一个东西都是要 这个商业部要合规的 要商业部去拿许可证的 你否则的话 你原来芯片 你不能卖给他 另外呢 这个芯片设计的那个软件 不能够用 现在已经全停了 所有工 跟这个军方有联系的 所有的那些 这个芯片设计的软件全停了 他的那个license一到 只要商业部这边 一规定不批你了 不批你了以后 他那个 这个设计的非常厉害 像现在因为都是在 在在网上嘛 他直接你那个芯片的 那个设计的软件 不work了 现在都不work了 你像我们 像现在我们 我们用这个 Microsoft的这个Office 我们现在全是在网上的 我们过去还有一个desk 说装在我这个机器上 但是现在全都是在网上的 所以你那个license 只要一过了 当时就停了 你这干活干一半 还没safe呢 停了 这我就 我就有一次就是 我还没干完呢 结果他给我停了 我都没办法 赶紧回去又relog relog以后 我发现我那个 那个没safe的那个东西 就我没 对我就没 白干了 我还重新再干一遍 你知道吧 所以有这个 有这个问题啊 所以现在 世界已经变了 就你如果不遵从 这个一些 就是常识性的东西 你不按合规的这种方式去做的话 现在过去说 哎呀 糊弄糊弄就 就就OK了 现在做不到了 那你想糊弄 说这个 这个 其他的这个 你的合作方 你原来 你有的承诺 你最后不遵守 你想糊弄过去 现在过不去了 尤其是现在 中国政府的这个信用不好 你现在属于这个 这个 你这个骗人 骗太多了 过去呢 说哎呀 说你这个 你撒个谎 大家说算了算了 偶尔一次 大家都可以接受 因为 西方社会是这样的 他认为你是不撒谎的 所有人都是要诚实的 但你撒一次谎 你就loss credit 你就失去信用 但是OK 你要撒100次谎 我告诉你 保证没人再相信你了 保证没人再相信你 现在中国就基本上 是这个状态 基本上是这个状态 所以你说什么 他不信了 这回 蓬佩奥和那个 斯大沃 在这个夏威夷 跟杨洁篪见面了 回来以后 你看那个斯大沃 说那个话 说我们在过去 跟中国的这个 合作的这个过程当中 跟他谈判啊 也好 合作的过程当中 我们过去从来没有 去怀疑过他们说什么 后来呢 慢慢习惯于他们撒谎 但现在 我们已经 不相信了 而且不是我们这个 职业外交家不相信 是整个美国社会 不相信了 那就说你以后 你再想撒任何的谎 我们也不信 你说这话 我都不信 那就是什么 看你行动 人家把这话都扔出来了 就是你说这话 我都不信了 为什么 你已经完全实现了 完全实现了 这个是 无论是做生意也好 管理国家也好 做外交也好 最大的事物 这是在过去 这个中国 中共的这个政府啊 这个占了好多的小便宜上 吃了最大的一个亏 现在 你在说什么 没人信了 而且全世界不信你 不是说美国不信你 这个欧洲不信你 不是 现在全世界不信你 我相信啊 连非洲那些 天天求着你 给援助 求着你参加一带一路的这些国家 其实他心里啊 聪明的很 心里都真叫心明眼亮 他太知道你 你就是不守信用了 所以呢 我还要跟你 弄在一起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丢不了什么东西 我都从你那拿好处嘛 对吧 而且他知道你要什么 所以你看那个我看新闻联播每天 就是每天一到欧盟一开 那个非盟一开会 全是歌功颂德 全是说习近平多伟大 中国政府多伟大 中国现在太有钱了 变成小康社会了 他不管你那还有六亿多人 这月收入不到一千块呢 他不管 他就是希望一条 你把钱给我拿一点 把我的那个债务免一点 然后免一点对我来说 可是天文数次啊 哎 结果 这个我们最后的结论 就是一看习主席一开这种大会 他就最怕 我最怕他说一句话 特别高兴的往后一站 我宣布 他一说我宣布 我操我说这他妈的 这大洒币又来了 哎 结果果然啊 最后现在他到以前 原来一说 我宣布免除什么什么 那时候还有数 现在一说 我宣布 到今年年级 到期 的所有的债务免了 他也不告你多少 我估计他也不知道 六百多亿啊 六百多亿 太难记 每个国家都不一样 对 好像我那么多 可是 中国这个大水 闹大水 这水灾 对吧 闹冰雹 闹 这个泥石流 这个地震 这些灾情 那么严重的地方 给了多少钱呢 拿到分到一家一户 给了多少钱 所以为什么中国老百姓 那么愤恨啊 就是一条 他 所以我说我最怕就是 他到一到那个时候 他就往后一站 我宣布 我说这没法能 你学的很像 我这看太多了 关键是 看得我 不过你刚才提到 以下这个六亿人口 月均收入不到这个 一千块 一千人民币 最近六亿 六亿这个数字 这个很popular 以下六亿人口 人均 月均收入不到一千块 以下是长江三峡 大坝如果溃体的话 有颇及六亿人口 反正什么事情 都跟六亿有关系 不过 川普六月二十四号前天 用memory 用那个备忘录的方式 把这个 要求中国买这个龙虾 不然的话 那要做一种 报复性的关税 要课征 要课征这个 加征这个 大陆进口的 这个冷冻 冷冻海鲜到美国来的 所以 不过 就跟刚才 恒星提到了 两国有时候 在博弈当中 有时候一些 小小的事情 可以让两个关系 极其下坠 整个崩盘 当然 就看看现在 这个龙虾 这个小外交兼兵 能不能够起一点 这个中美贸易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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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质 让它能够 让关系能够稍微止住 止血 说不定 曾经刚才提到了 慢慢的这个 买了龙虾之后 还能够谈别的事情 履行这个中美贸易第一阶段的 这个协议 不过蓬佩奥也讲得清楚 如果 很轻易也观察到了 蓬佩奥回来之后 官方的说明 只希望说 中国 答应我们 要履行第一阶段 这个购买 然后呢 这个 中共外交部呢 就只提说 我们很关心 香港 维吾尔的新疆 还有台湾的核心利益 所以等于各说各话 不过我们再看看 这个龙虾到底 能不能够起到 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啊 这个今天第三个